垃圾男友的,第二名是 天蝎座 敬禦牆 座爱牆 光是姿势他会有300多种 垃圾男友的第一名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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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你沒有教過XX男 你就不算有長大 今天阿就幫大家票選出來 最佳男友星座以及最垃圾男友星座 前五名分別是哪一些咧 到底哪一些會最寵女友 女生會搶破頭 到底哪一些交道算你這輩子倒楣啦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最佳男朋友第五名是什麼 摩羯座 我們一起看看網友怎麼講 摩羯座跟他交往 就像在吃甘蔗一樣 會越吃越甜 摩羯座是星座界中的水牛 非常勤勞能幹 幹什麼東西啊 以下說能幹 以下說吃甘蔗 是幹嘛 炫耀 摩羯性能力很強是不是 不是啦 他會做事啦 對有聽說啦 跟摩羯交往 你一開始的時候會很無聊 但是你時間撐得夠久喔 他就是你的啦 大概夠久 也許三個月要半年啦 為什麼 因為他其實很務實 然後他是很勤勞 所以老大要說摩羯座 基本上就是一個好男友 好老公 好爸爸的星座 好不好 但是有一好 就沒有二好 就是什麼 他太務實就沒那麼浪漫 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老公是摩羯座的 他抱怨 他十二年來 做愛的姿勢完全一樣 他也就跟憲兵在暗表操課的一樣 聽說周杰爾也是摩羯座耶 是嗎 那可能就是要問問看 那個坤林 他有沒有像憲兵一樣 好不好 再來 最佳男友第四名 就是我們的巨蟹座啦 巨蟹這個我手 基本上網友怎麼講 雞雞很大 沒有啦 那是你自己寫的吧 沒有啦 對啦好好講好好講 網友說 心思細膩 很會觀察 懂女生的需求 還有人說 巨蟹座是名偵探柯南 只要我一個表情 一個動作 男友就會知道 我要什麼 啊 真的是喔 有人說 跟巨蟹座交往 好不好 同時你就獲得 男友 家人 以及閨蜜 這個就算是見達出奇蛋的概念 好吃好玩 又好用 因為巨蟹座它是一種什麼 叫做心思相當的細膩 然後同時喔 又會照顧你的身體和情緒 甚至連你爸的都會照顧 因為它是愛乎幾秒 可以嗎 所以啊 不管你是喜歡什麼 不吃什麼 哪一個時間是驚奇 他都會是 記得 對啊 我男友就是這樣 哪一個 怎麼樣挑巨蟹座好不好 就是要挑一種 外型聊帥氣 最好啊 留個小鬍子 風趣幽默 欸 還精通一些養生的 這一種就是喔 非常棒 哈哈 好再來啦 我們最佳男友的 Top3 第三名 就是我們的金牛座 家事全包 薪水全交 上得了天堂 下得了廚房 簡直比哈沃還像超人 還有人說 計畫感很強 跟我老爸一樣 把我照顧得無為不至 幫我規劃美元保單 基金房產 老大也有感受到 其實金牛是算是蠻會照顧人的 基本上你跟他出去一個旅行 他會計畫 規劃的無為不至 你就只要負責嘴巴張開 吃飯就好 所有行程喔 他就幫你安排到妥妥的 一趟旅行兩三天下來 你感覺你的手動快退化了 用盡費退縮 好不好 但是金牛座 就因為太會規劃了 結果我有一個金牛的朋友 在結婚紀念日的時候 送給他老婆一個 面海靠山的塔位 真的是 把他老婆氣個半死 為什麼 因為他不管 不只是計畫生活而已 他連身後 都計畫得很好 真的很誇張 不過 綜合來說 金牛這樣子的男朋友 是讓女生很有安心感的 第三名 是當之無愧啦 再來 最佳男友的 第二名 是誰 獅子座 獅子座 來來 網友怎麼講 剛剛霸氣的在講電話 掛掉電話之後 就溫柔的問我等一下要吃什麼 這就是我離不開獅子的理由 真的是 來再看 喜歡被獅子壓在牆上的感覺 我就是你的小鈴 小鈴羊 小鈴羊 網友瘋了嗎 好啦 反正合理的懷疑 留言的網友就是 M屬性的女生 為什麼 他越霸道 你越舒服 好嗎 但是 獅子座這種 天生要比較霸氣 還是有程度上的差別 適度的 展現在工作愛情上 的確是會讓女生是很崇拜 但是這個點如果太多的話 那就是一種大男人主義了 好不好 會變成 連犯錯都不肯承認的 屎鴨之嘴硬 再來 最佳男友的 第一名是誰 來 就是我們的天平座 好不好 對我來說 星座只有兩種 一種叫天平座 一種叫 不是天平座 網友寫的這個 真的那麼誇張 有那麼好嗎 還有網友說 教過天平座就回不去啦 來 小鈴 你是什麼星座的 天平啊 但是我媽 我跟我說他晚報戶口 所以別人錯 不是應該是早報 所以別人錯 怎麼叫早報 你讀書欸 因為這樣子我不就差一年 我要讀下一屆 他說他那年代有這樣的事情 你幹嘛 你亂講 通常只有晚報戶口 然後早報戶口 你幹嘛去Google找到 但是 總而言之 你絕對不是天平座 為什麼 因為天平座我跟你講 有兩大優點 第一就是十二星座 他最帥 好不好 各種帥哥 劉德華 金城武 玄冰 林志穎 壽子 邱澤 全都是天平座 長相很主觀 對 再來第二個 給女生安全感 因為他基本上 這種人是很挑的 你只要被他選中 其他男生 在他眼裡都是大便 就算是 有喔 頂多也只是 漂亮的大便 所以你們看 又帥又不花心的 所以 天平座 就是我們的 No.1 好男友星座啦 再來 我們就要看一看 哪一些星座 是 最垃圾 最不要交往的 先說這個是 網友講的 不是我 因為為什麼 你知道嗎 來 垃圾男友 第五名 是 射手座 我們來看一下 以為他會 因為我而停泊 才發現 他每天都在搏 什麼東西啊 就是為了別人搏啊 對不對 射手 自以為自己是浪子 不 他就只是浪 炮火也太猛烈了吧 不過的確啦 射手座 他是因為自己 熱愛自由嘛 不過每一個女生 都會覺得說 哎呀 我要把他解救苦海 我能讓他停泊 結果 你連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基本上 射手就是交往前後 他不太會去調整自己 比較自我 我有一個男生射手的朋友 跟女朋友交往 結果一天他不會傳一次LINE 太誇張了 然後一週不見得會見面一次 太誇張了 真的是有這樣子的 好不好 但是 往好處想 換一個方面想 至少射手他不會去隱瞞 他不會像A片的封面一樣 你以外不移 把你拐進來了之後 褲子一脫才發現 哎呀 變得一樣 封面不對了 對對對 好啦 再來我們看一下 拉基男友的第四名是什麼 啊 問的又是巨蟹座 蛤 巨蟹座是怎樣 喔 他可能跟哈密瓜一樣 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好他會拿死 這個網友怎麼講 他說 巨蟹座起伏 簡直比比特幣的 掌跌太快 巨蟹座喜歡念念念 我還以為 養了一條雞娃娃 而且巨蟹座很自戀 蛤 客家槍喔 不是 現在是在講 拉基男友 不是在讓你們抱怨老闆 好不好 好啦 不過我自己承認 巨蟹座的確比較情緒化 跟你們好的時候 平常是溫柔的甜言蜜語 但是一發作 經常是口無遮然 講話代刺 很容易刺傷你們幼小的心靈 對不對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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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但是咯 你們還在氣頭上的時候 我可能已經 無關碰陽了 又在你們面前嘻嘻哈哈了 對 所以啊 巨蟹座就是這樣子 第四名 當之五愧 再來我們的 拉基星座第三名 好來給網友怎麼講 熱戀期 簡直比布拉魚還短 氣死吧 雙魚座 上個禮拜還抱在一起 這禮拜就跟我說 愛上別人 見人 真的是啊 這樣不好啦 雙魚男啊 大家都說 除了是一個多愁善感之外 很容易在熱戀中 他就給你滿滿的愛 各種貼心 溫柔 浪漫 但轉瞬之間 感覺一過了 可能那個泡麵還沒泡完 他就過了 你都還沒搞清楚 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就被 提分手了 所以是 來無影去無蹤的雙魚座 就是女生最討厭的第三名 再來啊 再來啊 我們拉雞男友的 第二名是誰 你們猜是誰 不知道對不對 水瓶 天蠍座 好不好 天蠍座 我去成品書局翻書的時候 每個星座都給他寫 肉肉燉 然後好幾頁這樣 然後結果 我一翻過去 天蠍座 就寫三個字 叫 性欲強 屁啦 好啦好啦好啦 天蠍座大家都說什麼 控制欲極強 有一點像是那個安眠書店的那個男主角一樣 會變恐怖情人 所以啊 他基本上就是 熔燈 垃圾男友的第二名 不過還是 可以試試看 為什麼 因為 天蠍座真的是座外強 光是姿勢 他會三百多種 什麼半噸的啦 盤座的啦 倫敦鐵塔的都會有 再來 再來 我們最後一個 我們的 垃圾男友 第一名 得獎的 不是別人 就是 我們的 雙子座啦 我們來看一看網友怎麼講 真的是 不誇張夜店來搭訕的 十個有八個雙子 我整天發誓 再也不要碰雙子男 但 每次有情不自禁的愛上 唉唷 的確是啦 我告訴你們 雙子座 就是會讓女生啊 陷進去的星座 為什麼 因為他怎樣 跟他在一起絕對不會無聊 生活又很多彩多姿 然後又會給你 不同的這個 豐富的生活 但是同樣的喔 他的感情世界也一樣是很豐富 所以啊 一切的什麼 渣男花心的排行榜 絕對都會有雙子座 所以啊 這個世界流傳著一句話 你們知道嗎 女生你沒有教過雙子座男 你就不算有長大 你們教過嗎 你有 你沒有教過嗎 難怪你到現在還是嫁不出去 沒有狠狠的被傷一次 你就沒有辦法蛻變 對 沒有蛻變這樣不行 好啦 所以雙子座就是我們女性票選的 第一名垃圾啦 好 以上就是今天啊 2000位粉絲 這個集思廣益之下的結果 但是老大還是必須要說啦 再好的星座都有爛男人 再爛的星座也都會有打著燈籠也找不到的好男人 所以無論如何 星座可以參考 但是 趙紫晴放亮一點 挑男人請好好選 不要被騙尿尿的地方 啊知道嗎 來留言告訴老大 那以上的內容有沒有很準 或者是哪一些不準的也請幫他們平反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報復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大人兄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的內容